小时候肠大病 造成肺炎塌陷疾病的折磨和痛苦 使我更依赖天主 感谢罗东圣母蒙昭升天堂的兄弟姊妹 可以让我每周领圣体 满足内心对天主的渴望 亲爱的耶稣 我们即将前往我们的好姐妹素育的家 为她送圣体 祈求你能够护佑我们在这路上一切都平安 也愿求你能够把你的爱 你的国 你的仁慈等 都能借由这个送圣体 进到她的家 更进到她的心内 使得她能够在这病患的生活当中 得着你的恩宠 我们这样的祈祷 因着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祈祢 平安 今天的福音就是提到谁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谁接待我就是接待我那派前我来的派问 曾经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蛮有钱的人 然后他有一天就是很平常的一个沙满路 刚好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他看见了有一个小女孩 然后小女孩本身就是好像有点看不清楚前方的路 所以他有拿那个盲人的那个拐杖 然后有点没办法去判断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这样 那那个先生呢 他也就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的需要 所以我带你过去这样子 然后后来等了一下子 本来是红灯的就变绿灯了 所以他就轻轻地拍拍妹妹的肩膀 然后就是妹妹就有点拉着他的一脚 所以就是顺势的就是走过去的那一个 电风时间的那一个组织灵魂 然后到对面这样子 然后这个小女孩的举动 也许在有的时候我们街头 也会看到有一些人很保庆 不愿意为人做这个事 那么但有趣的事情是 这个小女孩除了跟这位 这位仁兄谢谢之外 这小女孩一回头 他对着这一个人问了一句说 请问你是耶稣吗 这句话其实就如同在 法斗福音25章所讲的 饿了就给我吃的 饿了就给我多的 坐监的探望了 生病的探望了 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 需要被别人服侍 我们也成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 那么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全力 基督圣体 安 去坐 越是你虚弱的时候 越是你不叫天主的时候 撒旦又会影响你 我一直求天主说 帮助我 让我脱离险境 但是连祈祷最简单的 天主经啊 我会念的 前面一句 我会就会记得 下面我都忘了 我已经在交互病房一个月了 医生都说 这个讲 看你们要带回去还是怎样 我说没办法了 然后他就把我引到那个 呼吸治疗的 呼吸治疗那边也没什么器器啊 挺多是帮助你呼吸 但是怎么样没有可以急救的 当我的主席师给我转过去的时候 我不会害怕呢 我觉得是天主 在引导他让我转过去 但是呢 我在那边还很苦很苦 因为很多痰嘛 你叫我两分钟中间就要抽一次 但是你没有抽的时候 你真的要自学 我那时候很难受 我都会叫故事小姐 我就没办法用 可是故事小姐也很忙 然后受不了的时候 甚至找那个扫地的啦 那个哲民辈的那些工作人员 来帮我抽一下胆 那不是我的工作这样 然后我回想什么呢 我觉得我很像是一说币啊 那个小孩子 没有水没有食物吃 他都会跑到那个扭的后面 扭不是在小便吗 在这边像挤那个水 小便嘛 他这样喝 那段时间我没办法祈祷 已经在那边又住了15天 我心情都很闷 那天晚上我就一起祈祷 我又一起求天主 那天晚上我心情特别好 隔天带医师来 可是我去要求他 我说医师 今天可以把管吗 这样 从来来给我把管 很顺利 我会讲这段的故事 人的生命快到终点的时候 撒旦也在跟着天主抢人 给我的感受 如果你没有好地坚持你的信仰的话 搞不好你的灵魂就被撒旦抢走 我跟天主讲说 就算你要我的命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给你 因为我的生命是你给的 不是我自己 我只要求你 我是个软弱的人 你还没有 拿走我的生命的时候 求你换恕我换的最后 愿黄荣归于故 吉子吉善神 吉封如河 吉利亚 吉道永远 阿们